歡迎收看的是燦爛時光 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宗祥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司新聞 以及中心PNN公民行動影紀錄資料庫 以及燦爛時光節目 聯合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五的晚上10點 在中正大學新生金時廣播電台 會有廣播聲音的播出 在禮拜天晚上的9點半 在公司新聞議題中心PNN會有直播 然後在之後會在公庫的網站 會有完整節目的播出 今天節目當中要來跟大家談一個議題 我想最近這一個多月以來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的勞工團體也好 或是來自於國際的勞工團體也好 其實針對台資的企業 都有一些相關的抗爭 包括在上個月我們看到的Hedis工人 到台灣三次的抗爭 那在最近這一兩天的 如果你關系PNN或是公庫的 所報導的新聞的話 你會發現我們從香港來的勞工團體 其實到了富士康來進行的相關抗議的工作 也就是台灣的紅海集團 那紅海集團其實在世界各國 其實也經常會遭到這些所謂的勞工的抗議 那當然在兩年前在中國的這個連續的跳樓 事件也引發了世界的關注 那富士康不斷強調說他們要去改善他們的勞工的生活 以及勞動的條件 但是為什麼這一次又有人來抗議呢 現在節目當中要跟大家邀請到的是香港的勞工團體 中國勞動透視的統籌陳樂廷來跟我們一起談這個話題 樂廷你好 謝謝管老師 先介紹一下我們的團體一樣 大家認識一下 好 我們中國勞動透視是2005年成立 之前是那個叫做基礎教工業委員會 然後就是因為之前都 比如說在中國就 過段就鄧小平的時候就去有一些 比如說開放的政策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有很多港式的一些廠牆 進去了中國大陸去投資 然後那個時候都有一些職業災害的發生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就去主要幫助那些中國的工人去維權 所以那個時候就 後來就中國族就脫離基礎教工業委員會 會獨立成為我們現在的中國勞動透視 所以就是有這樣子一個背景 然後那個時候就做了比較多的就是 那個叫做 那個環劇的活動 因為其中包括了就是比較有名的就是一個戰爭的一個自立環劇場的大火 然後自立環劇場的大火之後就是在中國大陸 它都有一個勞動法的通過了 所以我們在中國的團體就覺得那個自立大火就是 剛剛過了20週年 所以那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標竿來的 所以然後我們自己團體就是在過去10年的時候 我們在過去10年累積了不小的案例就是幫助那些工人拿到賠償 然後在最近10年我們都覺得看到都越來越多那個 那個化學品中毒 所以我們就覺得我們可以希望從那個陳肺病的經驗已經累積了一些的個案 我們都想把那些個案用到在化學品中毒這一方面 所以就可以說明一下就是為什麼我們這一次有這樣子過來台灣的行動 因為我們在看到富士康的工廠裡頭都有不小的化學品中毒的事件的出現 我想很多朋友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為什麼最近是幾個我們看到從海外的這個勞工團體 或者甚至是工人都到台灣來抗爭 其實我們在前幾個禮拜的節目當中也跟大家提到 其實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裡面 這個跨國資本其實它會透過各樣的方式在不同國家投資 但是它所大家所面臨到的問題 經常這是跨國資本如何去剝削當地的勞工 那當然富士康也是這個聲明在外的一個企業 那我想請教一下樂庭 那這次富士康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而使得你們要從香港特別跑到台灣來 跟台灣的勞工團體一起抗議呢 就是這樣子的 你可以看到在最近的那個 除了我們機構以外 你可以看到就是Sacom 他的那個團體最近也做了一個公佈了一個條言 那個條言的結果其實跟我們之前自己做的那個條言 都有一點的相關 其中可以看到就是最基本的一些老公的問題 比如說長工時低工資 然後還有一些關於公會的問題 當然這更重要的就是我們機構最關注的就是那個職業災害這一方面 所以你基本上就可以看得到 其實問題就有這幾個 所以然後為什麼這樣子過來就是 好像洪海在香港 他有一個叫做從前就做富士康嘛 然後他最近改名的叫富士康 在香港上市 然後我們幾個香港的團體 也上個月也去了他那個活動大會 去做一些抗議 然後但是他們基本上都不怎麼樣理睬我們 就隨便派一個人出來借了信 然後就一直都沒有回應 所以我們就在想跟台灣的團體聯繫 就知道洪海剛剛就也有股東大會 所以我們就希望通過這一次的機會 也希望更靠近 希望國台民可以給我們有一個回應 你們來的時候其實也帶了三封富士康工人的信 那在這個信件裡面其實也談到 他們在富士康工作裡面 對他們的身體的所造成的傷害 可不可以請你告訴我們 這三封信的內容大致上寫了什麼呢 他們所面臨到的一個在職業傷害的問題 又是什麼 沒錯 我這一趟就帶了三封家庫的親筆信過來 其中兩封信 他的那個工友已經往生了 就往生的包括了一龍 還有另外一個叫馮洪剛的員工 然後另外呢就是 大家在這幾天都可以看到 就是楊丹的事情 我先講一下就是楊丹事情吧 因為楊丹 他是應該是19歲的時候 就開始進入富士康的深圳的官藍的廠去打工 然後後來就回老鄉 然後在2012年的時候呢 就也再度進去那個富士康工廠的打工 然後在這段時間裡頭呢 他都是從一個港匯轉到另外的港匯 因為你知道很多時候就是工作上的需要都不停的掉鋼 所以最後呢 他的鋼匯呢 就是在一個 大家都可以在最近的視頻可以看到 他是一個在檢查這些手機 就主要在一個比較膚色的 高膚色的一個狀態的環境去工作 因為可能你在要是看那個視頻都可以看到 就是楊丹自己說明了就是 呃成千台的手機 還有不小的電腦 掃描儀都開著 所以他在工作的時候 都自己說就是 呃臉部都是發紅發燙 就基本上就是有 因為我們都知道在輻射的環境裡頭 基本上都對人體的都有一個危害 然後他之前的工作環境 都有接觸到一些的化學品 所以我們都覺得其實在這個 那個職業災害裡頭 就除了化學品以外 其實也有那個輻射的問題 因為這兩個都是我們在之前的 那個深圳市的健康機率生活委員會裡頭的信函 都已經說明了 就是他有這樣子的職業災害 但可能大家都有聽得到 郭台銘在股東大會都有說 好像 沒有什麼時間的關係嘛 對不對 對 就是沒有那個時間的關係 也沒有那個實際可以證明 那個關係 但是我覺得他好像這樣子說 大家都可能都沒有辦法去了解 因為在中國要去做那個結病的診斷 那個舉證的責任 基本上都放在那個工友的身上 所以工友必須要去證明 我在申請那個結病診斷的時候 必須要提供職業史 還有那個環境監測報告 在這兩個 在這兩個材料 都基本上都是掌握在那個老闆的手裡 然後你要去跟政府 那個上官部門說 我要去做那個結病診斷 然後他就說 你能不能拿出那個職業史 能不能拿出那個環境監測報告出來 能拿得到的話 我們就可以幫你去做那個結病的診斷 另外一個事情就是 你必須要有那個雇用關係的證明 都好像楊丹的事情 他富士康公司說 雖然楊丹是跟富士康有那個勞動契約 但是富士康就說 他跟我沒有那個勞動關係 所以最後我們就是 也得需要去幫楊丹 去做那個勞動縱產 這什麼意思 他都有勞動契約 但是為什麼會說沒有勞動的 沒有這樣一個勞動的關係呢 因為在楊丹的醫療期 還沒有過的時候 就差不多 還有三個月的時候 然後富士康公司都找人去找楊丹說 你的醫療局快到了 然後你都沒有這個勞動的能力 所以我們有需要去跟你去解除 那個勞動關係 然後呢 他們就派人去找楊丹的哥哥 然後楊丹的哥哥都這樣子給亨遍了 簽了一個貸了一個 帶簽一個中止勞動關係的協議書 所以基本上他都拿著這個協議書說 我跟他沒有勞動關係 所以就發生了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我們那些內地的夥伴 就要幫楊丹去做勞動縱產 重新確認楊丹的勞動關係 這其實就是變成是兩個 第一個就是這個勞動關係上面的確認 第二個就是其實可能會比較複雜的是 我們怎麼去證明這樣的一個工作環境 會造成這個白血症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 其實當時這個RCA公司到台灣來 設廠事實上也造成台灣的功能 非常大的身體的傷害 當時RCA也是用這種說指說 你又沒有辦法證明這樣的關係 可是後來我們可以看到還是叛賠了 那這個是不是在很多的這種 實驗工作當中的這個矩陣的責任 或者是說他怎麼去連結這種 關聯性的一些困難度 那我們待會再回顧討論這個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還要再 接下來等一下還有再請問的是說 不只是富士康 是在我們知道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 特別是像中國開始做海革開放 那很多的外資企業 不只是台資都紛紛到了這個中國東南野海 去投資 甚至在內地的投資 我們也看到有非常多的抗爭 那待會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個在中國企業 或者是其他的這個台資企業 在中國所遭遇到的 或是他們所做的一些事情 我們先休息一下 你現在收聽受看的是燦爛時光惠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仲祥 燦爛時光惠客室今天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香港的勞動團體 中國勞動透視的統軸 陳樂廷來現場跟我們一起來分享 樂廷你好 謝謝管老師 管老師你好 我們在剛剛上一段的節目當中 有特別談到 在這個養蛋的例子裡面 會發現其實 郭台銘也回應說 這個其實所謂的職業傷害 跟這個工作條件之間 其實好像沒有必然的關係 那剛剛樂廷也特別告訴我們說 在中國的相關的法令當中 假設你要去證明有關的話 是由這個工友 就是勞工的本身去做證明 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 非常不合理的一種狀況 因為勞工他本身 怎麼可能會知道整個環境 勞工環境 甚至那個所謂的裡面的空氣品質 或是裡頭的化學等等的相關成分 那其他國家也是用這種方法嗎 或是在香港也是要由勞工來舉證 這樣的一件事情嗎 管老師 但是你說的沒錯 因為你可以看到 在中國就是有勞工自己來證明 自己的那個病是結病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在其他的一些國家 比方說好像香港 以香港作為例子說明好了 就是你基本上就是 先說我這個是結病 然後那個舉證的責任 就放在那個雇主的身上 所以基本上就是 就是好像情況是一個是你證明 一般的工人 的那個勞動契約裡頭 就好像在一個不知情的情況底下 都已經受到那些職業災害的影響 所以你要求他去舉證的話 對這的確是一個我想是一個非常不合理的這種狀態 那當然中國官方也應該真的如果是重視勞動的這種條件 或是工人的這種所謂的生存的話 事實上也不該只是這種所謂一方之眼 他應該也說不定也我覺得應該是介入這個調查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一件事情 其實包括我們從今年的2月3月 韓國的HIDIS工人到台灣來抗爭 那今年我們可以要在這個月 這個香港的團體也到這裡來去控訴 這個富士康所造成的這些所謂職業傷害 我想這個其實是一個全球化的這個所謂的資本流動 它經常會產生的一個現象 我們知道在最近這幾年其實像中國的東南沿海 甚至在中國的內陸也經常被批評 它是一個邪漢工廠 甚至我們知道Sakhan他們在做中國東南沿海 像包括迪士尼的代工的時候 甚至去笑稱他們叫做斷子工廠 就是當然是笑聲也是一個非常悲傷的事情 就是手指頭也都斷了 可以告訴我們整個最近這幾年 這個中國改革發展之後 不管是台資企業或是港資企業 或是其他國家企業 對中國工人他們所造成的影響是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 那我先說台資吧 比如說就好像大家都知道 除了富士康鴻海公司跑去中國去有投資之外 也當然也有不少的台商 就好像去年開始到今年都有 就好像寶城工業 它在香港也是有一家底下有一家上市公司 它在育園 育園公司它主要就是幫Nike Adidas 這些去做運動鞋 然後除了預言以外 也是台資的就是新昂集團 新昂就是幫Prada LV去代工 我們都可以從這兩家工廠裡頭 可以看到就是 最近都有一個罷工的事情 然後兩家廠都是 那個罷工都主要就是關於社保的問題 尤其是關於那個住房供基金的那一部分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就是 好像預言為例就是 它在東環的那個廠 然後那個罷工都有好幾萬人參與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就是 都發生有一些的勞工的狀況 而且它最近就是今年三月份 那個預言它在越南也有設廠 然後也同樣發生就是公元罷工 而且也同樣就是關於社會保險的事情 所以其實都不知道是有抽考 就是也有這樣子的事情 當然我這樣子說 我也不想說是特別要去 針對台灣的資本 你可以看到是港資也是有這樣子的問題 就好像最近就是那個慶幸廠 就是它是幫日本的UNICL 對沒錯就是去代工生產 然後這兩個禮拜 就是那些工人都有跑出來去罷工 甚至採取爵士的一個行動 就是因為日夜之間 它那個廠都突然就關掉 所以基本上都有一些關於勞工的問題 所以就是好像管老師都說 因為跨國的勞工的問題 就基本上就讓這些雇主就有一個轉空的機會 它今天就可能發現 在當地的那個生產成本 是已經開始越來越高了 因為你可以看到 看得到就是 那個深圳 還有那個廣東省 在最近就是 就是5月份 它的那個最低工資也上調到 差不多 已經超過2000塊的時候 那些僱主就覺得 哎 生產成本已經很高了 它們都 一補一補的好像螞蟻搬家一樣 一是搬到那個中國的內陸 二是搬到其他東南亞的國家 比如說有一些港資都已經跑去了緬甸 去設立工廠 所以基本上都都可以 資本都可以很快地去移動 但是勞工就好像沒有這個資本 可以很容易地去流動 對這其實是一個 我覺得其實聽起來是一個蠻悲哀 蠻悲傷的事情 特別是這種所謂的這些相對之下 比較所謂的落後的國家 或者第三世界國家 他們事實上是非常希望外資 包括在中國過去這幾年 那中國越來越強大之後 這些外資對他們講 他當然會開始回來 去要求對外資的要求更多 那可是對外資而言 他們其實想要走就隨時可以走 可是當他們去的時候 一般的法令 都會對外資企業 是一個比較寬鬆的 那在這種所謂的 整個國家都希望 資本能夠流動 或者是能夠吸引外資的狀況 而去降低他們對勞動的要求 的情況之下 工人他所面臨的問題 似乎是越來越糟 那怎麼辦呢 難道要像你們一樣 或是像韓國的工人一樣 到處全球各地不斷的去抗爭嗎 我自己覺得可能有這樣子的情況的出現 你可以看 就好像你剛才提到了 前不久 就是韓國工人過來談的 去HITS的那個 然後我們自己也發現了 除了剛才提到那些育員的鞋場 就是我剛才都沒有提到 就是那個環劇場 因為我們最近自己都有幾個案例 就是那個環劇的工人 他們是跑過來跟我們說 就是他們除了化學品中毒以外 他在醫療棋的那個 那個拿到的那個 生水就是 他那個醫療棋的的事情 那個薪水都有拖欠的情況 然後我們自己都必須要 跟迪士尼去做聯繫 因為這樣子通過品牌的時候 才可以給那些代工廠 去做一個壓力 所以為什麼 我們其實都希望跟那個蘋果公司 說給布斯坦公司 有這樣子的一個壓力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全球化的過程裡頭 品牌是有一個無可代替的責任 然後另外就是 就是他下面的一些代工廠 還有然後就是代工廠自己 都可能找另外一個代工廠的 層層剝削 對,就是層層剝削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看到就是 在工人沒辦法的事情之下 可能就要去做一個跨國的 去抗議的事情 只不過就是 就好像中國的工廠 因為你知道就是 他們都沒有辦法去好像 HITES的那些工友 這麼容易跑過來台灣 因為你知道 在中國的工廠 要是他要離開的話 他要申請一個旅遊證件 是一個非常艱難的事情 所以好像這一次他只能通過 我們這些像個團體 跑過來台灣去做一個抗爭 但是我覺得好像 管老師你剛才提到的就是 因為勞工他沒有辦法 這麼自由去跑去移動 所以只能通過一些勞團來去抗爭 因為你可以看到就是 另外就是在中國 因為在中國他的那個工會 工會也不是一個主要幫助 那個工人發生的一個團體 所以要是他不像 東南亞的一些國家 他的工會是相對比較獨立 比較自主 他都可以某程度 可以代表工人去發生 但是在中國的那些工會 就好像之前你可以聽到 SACOM的那個報告 都可以看到就是 富士康的工會 他的工會的主席 基本上就是那些 管理人員來的管理層 那你怎樣可能期望 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工會 去真的能夠代表工人去發生呢 在沒有一個有效的渠道之下 工人就必須要想起辦法 去把他的聲音帶到海外 因為這樣子的話 你才可以看到有希望國家 有那些什麼消費的運動 才能配合 才能讓大家知道 為什麼大家都在說 學和工廠 大家才能看得到 那個事情的正常是一個怎麼樣的事情 除了中國的勞工以外 其實你看韓國的勞工 就好像最近就是 SARPS的三星的一個團體 都是差不多 所以基本上其實都必須要想一想 大家要怎樣把事情串聯起來 然後才能 得到一個更大的工人的聲音 才去做一個更大的抗爭 其實這個是有必要的 我覺得工廠這是一個非常重要 雖然我相信在台灣 很多人會覺得說 為什麼這個香港的人 或者是這個韓國人 要到台灣來抗議 其實我們一直強調一件事情 工人的事情就是我們的事情 特別是在九九話時代當中 我們根本就沒有辦法區分 我們是哪個地方的工人 我們就是工人 我們就是勞工 那這是其實必須要彼此的去協助 彼此的去團結 彼此的去把這些聲音給呼喊出來 甚至要去共同採取行動 那今天非常謝謝樂婷 也到台灣來 然後來告訴我們這些事情 也讓我們這個節目當中 能夠更深刻去了解 整個跨國企業在中國 特別是台資企業在中國 所造成的一些影響 謝謝樂婷 那下禮拜我們空中再會 謝謝 謝謝管老師 好 太起頭